我除了去視察一些餐飲 我也有去個別一些商場和商場的腦種 可能管理著一個mall的去談一談 他就說其實今年的情況挺有趣 就是頭1、2月你不要計算了 因為1、2月今年大家回想 去年11、2月就放開了疫情 接著基本上整個12月全世界人都洋了 去到1、2月就新年前後 其實人們的消費力都還沒有出來 真的開始出來是3、4月左右 誰知道去到4、5月 其實看到消費力已經一般了 所以你見過恆生指數也是這樣 其實4、5月開始大家已經說 復甦力度不及預期 但是商場的腦種人跟我說 今年上半年都還好一些 他會覺得消費者是有錢在手 不過覺得前景不是看得那麼好 我就不要洗了 但是去到現在下半年 他說9、10月又看到情況更加差 他就說現在今時今日 是看到居民連錢都沒有 所以這件事就真的想 另一個情況告訴大家 再說我跟這餐飲業去談 一定會小不免說到美團 因為美團其實剛剛之前也公佈了 第三季的業績 但公佈業績那天其實已經先下跌了 公佈業績之後再下跌10%多 其實買單計數也差不多下跌了兩成 如果大家沒有看這份業績 你也可以看看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當然是他接下跌了 接下來的增長的預期 好像增長原本由二十多變成十多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你看到他第三季的利潤率 就是這個margin其實是跌得很厲害的 這個也側面去說其實競爭是多大 其實外賣那邊他是很穩定的 基本上他是一個霸主來的 但是大家都記得以前我們經常說美團 美團賺錢除了外賣之外 要靠其他本地化的生活化的服務 譬如你在那裡訂票 買其他東西 但那方面其實抖音的競爭是很大的 因為今次我上去內地跟年輕人去談 他都說其實基本上現在買東西便宜的 我便去拼多多 如果買衣服 其實我可能很多時候都在抖音上 就是抖一下抖一下已經看 而且他說以前你去巴巴消費 你覺得挺煩的 你在淘寶上面一定要用支付簿 但是今次可能你在抖音 他是什麼平台你支付 其實立即微信支付已經可以了 你又不用轉錢去支付簿 諸如此類 他會覺得都挺方便 所以這方面其實美團那個基本盤 就是在本地化生活化服務那裡 其實都受到一個挺大的衝擊 甚至餐飲 其實我跟那邊有些餐飲老闆都有談 他們其實都喊一喊的 他們都說美團是幫助自己有多些生意 但他說其實每做一單美團 其實賺的錢是比一個客人更少走進來 因為如果大家 我都講過 如果你有發現 香港你叫的Food Panda Deliveroo 其實那些餐是比你貴就這樣去餐廳那裡買的 但在大陸其實沒有的 很多時候都同價的 但是餐飲公司你又要給碗碟碟碟 外賣 跟著加個配送費 其實那些餐飲公司是賺少了的 所以如果你跟那些餐飲業的人去談 其實他們都挺不喜歡美團的 一方面又覺得我沒有美團不行 但另一方面我又挺真美團的 所以如果外賣那方面 抖音其實現在都在教他們的 他說如果有多一個對手來講 對於他們來講 他絕對覺得是好事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體上講一點內地的經濟的情況 給大家的縮影去知道 那麼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